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这个物联网开发系列课程之 基于蓝牙的车载信息采集 及安全报警系统开发的这个项目的一个学习 好 现在我们今天来讲我们这个第二阶段 项目关键技术及重蓝点分析的第二个部分 项目的重蓝点分析 上一节课我们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蓝牙接口的编程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HC05的这个蓝牙接口 这个蓝牙芯片 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蓝牙斜站 以及我们这个蓝牙的profile 也就是我们这个蓝牙的配置 然后给大家讲了我们的这个整个项目的第一个小demo 也就是我们这个ATKHC05 这个蓝牙模块的一个编程 通过我们这个小demo呢 我们实现了这个蓝牙模块的初始化 以及我们这个蓝牙通过蓝牙模块 实现了和手机之间的一个通信 好 今天呢 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数据的一个解算 好 在我们之前的这个裸机课程里面呢 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这个数据的一个读取 通过那个实验呢 我们学习了我们这个iPhone C这个接口的一个编程 以及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的这个芯片的一些资料 以及它的一些内容 好 然后今天呢 我们就来学习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 它采集到的我们这个读出来的数据的一个解算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需要解算哪些数据 好 大家看 实际上呢 这三个数据是我们可以直接读出来的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加速度 是由我们这个MPMPU6050的 这个六轴传感器里面的加速度计 给我们算出来的一个加速度 采样出来的加速度我们可以读出来 我们还可以读出来角速度 角速度是由我们这个6050里面这个角速度的这个传感器 也就是我们这个陀螺仪 陀螺仪给我们的采样出来的这个角速度 我们还可以读出来温度 好 实际上这几个数据呢 是我们可以读出来的 大家注意这个加速度和角速度呢 实际上呢 分别是由三个数据构成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不同的坐标轴上的这个速度 就加速度有X轴 Y轴和Z轴上的一个加速度 而角速度同样 也有X轴Y轴Z轴上的一个角速度 好 但是呢 我们直接读出来这个数据呢 我们是没法通过这个数据 得出我们当前这个物体的一个姿态 也就是我们这个MPO6050 我们这个小板子 我们这个板子放在这个物体之上的 它的一个姿态 我们得不到 我们还要把这个速度呢 做一个计算 我们要做一个计算 算出一个东西啊 通过那个东西 我们才能知道它的一个姿态 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 需要算出来的一个姿态数据 这个姿态数据呢 我们把它叫做欧拉角 实际上这个欧拉角呢 那这就给大家讲一个小贴士啊 到底什么是欧拉角 实际上欧拉角呢 由三个部分组成 通过这三个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个物体当前的一个姿态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实际上呢就是由横向角 横向角 横滚角 以及扶向角 这三个部分组成 大家来看一下啊 实际上我们把我们这个做一个右手系啊 右手系 这一个座标系啊 大家可以把它当做一个 当做一个右手的这么一个位置啊 分别有X轴 Y轴 以及Z轴 而我们绕着啊 绕向前旋转的这个轴呢 我们把它叫做横滚角啊 把它叫做横滚 横滚角 而向右呢 向右旋转的这个角呢 把它叫做扶扬角 而向上啊 我们向上 向上 也就是我们三个座标分别围绕三个座标进行旋转的这三个角呢 我们分别把它叫做航向角 横滚角和扶扬角 而我们通过这三个角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当前这个物体的一个姿态 因此呢 我们就要需要把这三个角算出来 实际上这三个角呢 就我们把它叫做欧拉角啊 欧拉角包含了航向角 横滚角和扶扬角 好 那么我们怎么来算这三个角度呢 实际上啊 这个是有公式的啊 但是通过啊 我们通过这个公式或者通过其他的方法来算呢 会很复杂 会增加我们这个MCU啊 会增加我们这个MCU的这个运算的这个负担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就可以利用我们这个 MPO6050自带的 自带的一个东西来算 好 下面呢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二个知识点 我们利用芯片的内置的这个DMP 以及我们这个厂家给我们的驱动库 来进行我们这个欧拉角的一个解算 好 首先呢我们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DMP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DMP呢 它就是一个处理器 它的全程呢叫做数字运动处理器 是用来处理我们这个姿态的啊 用来最后解算出我们这个姿态数据的一个处理器 而这个处理器呢 它是集成在我们这个MCU6050内部的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使用我们这个6050的这个DMP 我们通过这个DMP呢 可以最终算出我们要得到的这个数据 好 那么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我们把它叫做这个解算库啊 也就是我们这个驱动库 应该是我们叫做我们这个芯片的一个驱动库 驱动库 这个库呢实际上呢它是从哪来的呢 这个库呢实际上它是来源于这个芯片厂家 我们通过这个电子邮件的方式呢 可以找这个芯片厂家把这个库给我们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使用这个厂家给我们提供的这个驱动库 好这个驱动库有哪些功能呢 这个驱动库呢实际上呢 它第一个功能它可以初始化我们的这个MPO6050 通过这个驱动库 并且呢可以通过这个驱动库打开我们这个DMP 而且通过我们这个DMP呢 我们可以解算出我们的一个试源组 通过这个试源组呢 然后再带到我们这个驱动库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数据啊 我们可以直接算出来我们这个姿态数据 它的功能呢实际上就是做主要就是做一个初始化 以及做一个解算 好 大家注意啊实际上这个驱动库呢 厂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资料啊 大家如果对这个驱动库不是很熟悉不了解的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去把这个资料看一下 那么这个资料呢实际上就是这两个文档啊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好这两个文档呢实际上就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这边有个NPO6050的资料 在我们这个DMP资料里面啊 大家看有一个我们这个驱动啊 它的一个V5.1的API说明 以及我们这个V5.1的一个教程啊 大家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教程啊 好这个教程呢我已经打开了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内容 实际上呢这个教程呢就给我们讲了 我们这个M这个驱动啊 这个运动驱动库啊 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以及呢我们如何来使用啊 大家看这个黑体啊实际上这个驱动库呢 能够使得我们这个整个NPO6050 在任何一款MCU上的移植呢就变得非常简单 好然后这个第三章就描述了 我们需要使用哪些啊 需要哪些文件啊以及哪些开发环境 好大家看啊大家注意啊我们这个驱动库呢 是基于我们这个MSP430 这个单片机去做的 然后如果我们要去使用它呢 我们得把这个驱动做一个移植 好这个移植的这个主要要是哪些东西呢 我一会儿会给大家讲啊 好然后呢第四个小集呢就介绍了这个驱动 然后这里面呢我就不给大家念了啊 大家下来呢要把这文档看一下 这也是给大家留的一个课后作业 把这个文档看一下 然后这个文档里面也讲了 我们如何去使用我们这个驱动 好然后还有文档啊 就是我们这个 它的一个API的一个说明 这个API的一个说明呢 主要就讲了我们这个驱动里面 它的这些一些我们这些API 它有什么功能 我们如何去使用它 好然后大家在 比如在读代码的时候 或者是说大家要用到这个驱动其他功能的时候 也可以去参考 参考我们这个API的一个说明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 第三个部分啊 第三个小的知识点 就是我们这个驱动库的一个移植 实际上呢这个驱动库的算法部分啊 我们可以不用去管它 我们主要是要移植哪方面呢 这个驱动库里面实现了这个操作 实现了iPhone C的一个操作 但是是基于我们这个MSP430啊 这个也是TI的一个骗子 一个430一个单骗机 相信很多同学都听说过 好所以说我们要移植呢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iPhone C这一块给移植了 我们要去移植这个iPhone C的初始化 以及我们这个iPhone C的读写 这两个函数 把初始化以及读写的这两个函数 移植成我们这个STM32F407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去使用这个我们这个驱动库了 这个也比较 我们把它叫做驱动库更合适一些 驱动库 好然后对于这个驱动库的移植呢 这个就我们就具体的一个实现啊 我老师就不在这给大家讲啊 我希望大家下来呢把它做一个客户卓业 大家自己呢实现我们这个驱动库的一个移植 主要是去修表我们这个驱动库 它里面这个iPhone C的一个操作 包括iPhone C的一个读写 以及它的一个初始化 把这个实现以后呢 在我们的第三个阶段给大家讲 这个软件具体实现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到这个驱动库 而且到时候呢会给大家再讲一下 我们这个驱动库怎么用 因此呢希望大家呢下来以后把这个驱动库的这个移植给实现了 然后最好能自己做一下实验啊 自己使用一下这个驱动库 实际上呢主要就是使用它的两个函数啊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初始化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数据的获取 大家呢可以在API里面去把这两个找一下 我这么给大家看一下吧 一个呢就是这个函数 还有一个函数呢 还有一个函数呢就是这个函数 我们主要就要使用这两个函数 这个先给大家提前可以说一下 大家可以呢自己下来把实验做一下 看一下这个函数要传递什么参数 具体如何调用 好 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数据的解算呢 就给大家先讲到这儿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讲我们另外两个重点啊 这两个重点呢其实也不难 但是呢跟我们这个项目呢 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处理的一些方式啊 以及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存储方式呢 是紧密相关的啊 因此正面给大家提一下 这个重点呢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报警的策略 以及报警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这个什么时候该报警呢 实际上呢我们所选用的传感器啊 有这个温湿度传感器 还有一个这个运动传感器啊 因此我们我们这个第一个条件呢 我们应该去判断这个温度 判断这个温度 至于我们这个温度呢 我们可以让它比如说大于 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它在大于40度的时候啊 进行一个报警 然后呢再小于我们的这个 再低于我们这个零度以下 再低于我们这个零度以下 我们进行一个报警 然后就是这个湿度 湿度呢当这个车内的湿度啊 达到了95%以上 大于我们这个95%以上啊 那我们就选择进行一个报警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当前 我们这个汽车的一个姿态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我们这个欧拉脚啊 我们这个汽车的姿态 欧拉脚呢有三个方向啊 当我们判断这三个方向啊 每个方向当出现我们这个角度呢 大于某一个值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这个车在转弯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车在转弯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转弯过急的时候呢 有可能就会出现这个翻车的情况啊 就如果转弯过急 并且速度过快的时候 那么当我们检测到啊 我们这个转弯的这个角度的时候 这个车的姿态发生变化以后呢 我们就对它进行一个报警 还有个情况呢 就是一个比较极端一点的情况 就是这个车在出了事故以后 假设我们这整个车 它发生了一个倾斜或者发生了侧翻 那么我们这个车的整个角度呢 我们就欧拉脚啊 我们这三个脚也发生了这个改变 那么我们判断这个角度 然后也可以进行一个报警啊 并且把这个信息呢 上通过蓝牙上传给手机 然后手机呢 这个时候我们手机APP 就可以直接去拨打这个交通处处理这个电话 然后或者是直接发一些短信 进行告知我们这个出事的一个地点 以及我们这个出事的一个时间 好 这个报警的条件呢 主要就是三个条件 好 然后我们如何报警呢 我们实际上报警的这个东西啊 报警的物体有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感知端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蓝牙模块 以及我们的这个传感器所在的这个板子啊 这个感知端呢 通过风鸣器 还有通过我们的这个闪灯啊 来进行一个告警 然后呢 是我们这个手机端 手机端呢 我们会把我们这个 当真的检测到异常以后啊 我们会把这个异常发送给手机啊 然后我们这个手机呢 他会把这个信息呢 进行一个上报 进行一个报警 好下面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数据的存储策略的一个分析啊 大家注意在我们的这个做这个 就物联网感知端的这个开发里面呢 实际上呢 有时候还是要去存储一些数据的 主要是我们这个传感器采样到的一些数据 但是一般这个这个感知端呢 我们不会去对这个数据做一些分析 我们会把这个数据呢 进行一个上传 上传给我们的这个手机端 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数据进行存储呢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传感器端 我们采样到这个数据以后 当前手机跟我们传感器没有进行一个连接 因此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数据存下来 当我们这个数据呢 当我们这个传感器和我们这个手机 我们通过蓝牙相连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数据进行一个上报 并且呢可以把我们之前存掉的一些数据给清掉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存储新的数据 好因此呢我们这个存储策略呢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 需要确定要存储哪些数据 好之前给大家讲了我们要上报的一些数据呢 包括了我们这个温度湿度 以及我们这个汽车的一个姿态 好然后我们这个存储的时机呢 就要跟我们这个采样的这个频率相关 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程序里面可以规定 我们10分钟采样一次 那么我们在这个10分钟采样的数据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保存 然后我们在每次每次采样到数据以后呢 进行一个保存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在10分钟采样一个数据以后 然后在一个小时之内呢 就这个数据做一个平均的一个处理 然后再把这个数据呢做一个上报 也可以呢我们把这个一个小时之内的一个数据的最大值 进行一个上报 因此我们这个存储数据的一个时机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根据我们这个时机的情况来定 好我们这个项目的重能点分析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客户作业 我们的客户作业呢 第一个作业啊 就是要我们自己去写代码 实现我们这个HC05的一个初始化 以及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收发 好大家注意这个初始化呢 实际上啊有两个操作比较关键 一个就是对我们这个IO的一个初始化 这个IO的初始化呢 就不高阔了 对我们这个key啊 这个脚以及我们这个LED这个脚的初始化 以及我们的这个串口的这个初始化 我们这个USRT3这个串口的一个初始化 然后呢还有一个关键点呢 就是我们要实现我们的这个串口3的一个操作 要实现我们这个数据的发送以及接收 并且呢要最终去实现我们这个AT指令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些关键点 大家下来呢自己把代码呢自己写一下 然后如果遇到不清楚的地方呢 你们大家可以先去百度或者是问同学 如果实在是搞不清楚呢可以来问老师 好我们第二个作业啊 我们第二个作业呢就是希望同学们自己写个代码 实现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数据的这个解算 并且呢要利用我们这个芯片内部的DMP 以及官方给出的驱动库 我们这个作业的这个重点啊实际上有两个 一个是我们这个驱动库的移植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驱动库的一个使用 以及我们这个驱动库的一个使用 这个驱动库呢我会提供给大家 在我们的这个资料下载里面 大家可以去下下下下来以后呢 大家注意这个驱动库是不能直接使用的 大家要把那个iPhone C的那个操作给去改一下 改成我们这个STM32F407 这边的iPhone C的这个操作 好 然后这个使用呢大家就去参考啊 我们这个MPO6050DMP的这个资料 有两个资料 刚才给大家已经看过了 一个是我们这个API 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DMP这个驱动库的一个参考手册 一个参考手册 大家呢就可以把这个看一下 大家把这个代码写了以后呢 我们在我们的下一个阶段 我们要使用这个代码 因此呢大家呢最好下来能把这个代码呢 自己去把它实现了 把功能实现了 并且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一个 利民的这个四轴传感器的这个PC端的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呢我也会提供给大家 这个程序呢实际上通过这个程序呢 我们把开发板和我们的PC端相连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串口数据啊 我们可以直接给我们的这个输给我们这个 输出给我们这个PC端 然后我们这个PC端呢得到这些串口数据以后啊 就是我们这个解算出来的这个姿态数据以后 会在我们的那个PC端的软件上啊 对我们这个四轴的这个飞行器 一个模拟的四轴飞行器的姿态呢 进行一个显示啊 这个工具会提供给大家 大家下来自己玩一下啊 好我们的这个第二个阶段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然后我们下一个课呢 就讲给大家讲我们这个第三个阶段 我们项目的一个具体的软件的设计以及实现 其实一定有点差更有喔 저희很好看 Foot 员